中方对日方有关言论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我要强调的是 中国永远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坚定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 从来没有主动挑起过一场战争 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 美日拉帮结伙搞小圈子 挑动集团对抗 才是地区和平稳定面临的真正挑战 日本曾步入军国主义企图 发动侵略战争 犯下严重反人类罪行 给地区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 日方应当认真反省侵略历史 尊重亚洲邻国的安全关切 停止渲染周边安全威胁 为自身军力突破寻找借口 以免进一步失信于 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